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分析师认为 美团估值400亿左右是靠谱的 按照这个估值 股价长期看好 美团赴港IPO进入倒计时 更多细节相继曝光 8月23日 全天候科技获悉 美团点评已通过港交所上市聆讯 同时 负责美团上市的投行 已经向投资者发出邀请 将于9月初进行IPO录演 这意味着美团点评 登陆资本市场 又迈出了关键一步 港交所也将迎来近十年来 最大互联网平台公司 界面新闻 今日援引消息人士趁 预计美团点评的估值会落在450亿至550亿美元 对此 有投资人士向全天候科技表示 这一估值数据靠谱 此前的6月底 全天候科技也从一个VC投资人处获悉 某基金LP你以7.4美元的价格转让手中 持有的美团劳股份额 转让额度1000多万美元 按照这个转让价格估算 当时其给美团的估值倍400亿美元 今年6月25日 美团向港交所递交了IPO招股书 正式启动上市之路 作为继小米之后的港股第二家同股不同权企业 美团的估值一直是外界关注的焦点 虽然美团官方并未公开过估值数据 但自其传出IPO消息后 市面上出现了多种美团估值的版本 最早时候 彭博社援引知青人士趁 美团点评此次IPO的目标 募资金额为60亿美元 公司估值 越位600亿美元 但在7月25日 又有媒体消息称 经历近期资本市场调整波动后 美团IPO估值区间已经从原来预期600亿美元 下调至头先350亿到400亿美元 而且基本所有境内外长线基金 均给出相对保守的价格 均以不超过400亿美元作为其估值上限 华尔街建文建制研究所资深分析师丁文认为 美团估值400亿左右是靠谱的 按照这个估值 股价长期看好 丁文解释说 美团在一级市场融过那么多次 很懂投资人的预期逻辑 所以在行业增长 特别是餐饮外卖增长部分 通过艾瑞的预测 给了一个夸张的预期 按照这个预期做完的估值是500到600亿 如果把这块调整下来到一个合适的增长率 那么应该在350到450之间 但是美团的规模效应和边界扩张能力太强 后期打车 生鲜外卖 都可能以较低的成本进入 会带来持续的增长 这一块IPO的机构一般不会给估值 到二级市场就可以畅想了 并随着商业进展不断加入估值 长期股价看好 据媒体报道 美团最近一次公开估值数据是在2017年10月 当时其完成新一轮40亿美元融资 投后估值300亿美元 责任编辑 罗斯 杨 这次公开估值300亿美元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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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给大家看